有车架 有车架 我听到车门事了 主任 我听到有车架的 我电话没关 我听到为什么有车门事了 好像死 我听到好像有车 有车架 门的事了 对对 听到 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 你在说 你在说 我听到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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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靠架 快 犯强 犯强 是 是 我听不了了 犯强 犯强 来来来 快 犯强 犯强 快 犯强 犯强 屋里进屋以后 一个男的倒在歪屋 倒在歪屋 然后就已经 没有什么气息了 然后 地上有大量的呕吐 就在这个地上 就在这个地上 那么她 当时可能是有个资金社 身体比较僵硬 那么手就是这么轻的 躺在地上 明显的没眼味道 因为她生了炉子 当时炉火还很棒 物理就是康上 就是这个女人 躺在这个康上 当时就是躺在这个位置 躺在这个位置 躺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担架员呢 我们担架员呢 随后呢 进来以后呢 把这个女人抬出去了 当时床上躺 这个女人呢 手里紧紧握着这部手机 意识已经没有了 握着这个电话剂 这手握得紧紧的 当我们到救火车上的时候 我担她的手机就担不住了 事发十天以后 经过康复治疗 王桂荣 崔海峰夫妇 身体状况 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 早上吃饭了什么怎么样 正常 一切正常 这我当时问你的时候 你自己都不知道 他说我说你听 你回答就行 就记这话记住了 这个住的平凡 摇了炉子 当时觉得恶心 我都已经吐了 就是说 一时他还清晰点 在一时社会清晰的情况下 待着我们120 我没想到我们120 及时赶到了 如果说没有 我们120的 这个全体就要抢救 我们可能已经 人可能已经没有了 我每天早上八点往这一坐 我先喘口气 真的就是平静向自己 我感觉 我这一天不是上班 是在战斗 我会变成了